大家好 我是學長 今天的學長開箱 要為大家介紹一台神奇的咖啡機 結合了烘焙研磨沖煮三種功能 讓你從生豆到熟豆 抹粉到出杯一次滿足 這台機器就是日本大陸生產的 Cafe Pro 生豆烘焙咖啡機 那我們要先聊聊 為什麼研發這種結合三種功能的咖啡機呢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讓一般的民眾 可以用最簡便的方式 完成從烘焙到出杯這一整串的過程 你不用把生豆的烘焙交給其他人 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想要的烘焙狀況 並且用你自己充足的咖啡豆 經過研磨和自動充足來做驗證 最後推交出你最喜愛的風味 那這其實就是把對咖啡的愛好 再往前推進一步 從生豆的採購和烘焙開始 讓你掌握更多精品咖啡的有趣風味和變化 了解了這個觀念以後呢 那我們來一一了解這台 生豆烘焙咖啡機的三大功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烘焙功能 那咖啡Pro的烘焙功能設計呢 其實非常簡單 但是又蠻精緻的 最上方是它的電熱鍋爐 打開蓋子以後呢 一次可以最多烘焙60克的生豆 烘焙專用機的MR120 一次可烘焙到120克 然後蓋好蓋子 選擇你想要的烘焙度 本季有五個烘焙度 從淺 淺到標準中間 標準 標準到深的中間 然後深 五個烘焙度呢 會對照不同的加熱時間 並且在加熱到210-220度左右的時候呢 它會有封門打開 相比較 MR120就有12段烘焙度 選擇更細膩 然後最後烘焙完成以後呢 它會打開閥門 和落到下方的豆槽之中 完成烘焙的步驟 在烘焙的過程之中呢 鍋爐裡面呢 有兩根彈簧手臂 會不斷的旋轉翻攪你的咖啡豆 增加咖啡豆的受熱均勻度 在烘焙的過程之中呢 因為溫度非常的高 因此會有少量冒白煙的狀況 因此在鍋爐的上方蓋子中呢 會配備過濾用的活性炭醋煤 可以減少過多的煙塵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少許的白煙啦 但可以藉由簡易的抽風 或是電扇把它排出 並不太會影響你的環境 另外呢 咖啡Pro也支援強制下豆的功能 如果你有自己想要的烘焙時間 不想要follow官方的時間設定的話呢 你可以從銀皮收納盒 裡面有一個強制下豆的開關 把閥門打開 就會立即結束烘焙的功能 NR120在面板上就有直接下豆的按鍵 使用更為方便 那關於這點呢 還要特別讚許一個延伸的服務 就是咖啡Pro為了讓消費者 也可以方便的買到豆子 他有提供少量生豆的販售服務 而且大約常備會有20幾隻生豆 那消費者可以選擇你想要的豆子 甚至還提供了各支豆的建議烘焙時間 讓你可以強迫下豆 烘焙出你自己喜歡的深度 這點其實蠻有趣的 他也是鼓勵你玩自己的烘焙度 那這點讓製式的烘焙時間 有了更多的變化和可玩性 烘焙完以後呢 豆子就會落在豆槽中 那豆槽呢 大約可以容納150克到180克的豆子 大約是三次烘焙的量 那研磨的時候呢 會先從豆槽最下層的豆子 先掉進磨豆機 然後所以你就可以利用上下層的機制 控制你烘焙和養豆的時間 那MR120烘焙完畢後 則是直接下豆到機身側面的熟豆盒中 就完成烘焙 烘焙的基本功能講完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研磨的功能 磨豆機使用的是卡莉塔的平刀刀盤 內建在機體的中間 你只要選擇研磨的份量呢 就能自動研磨 並且落粉在這個濾杯之中 那份量可以選擇兩人份到五人份啦 那一人份的克數大約是6公克 所以五人份大概是30克 那至於你要用到的水量是多少呢 Cafe Pro是採用在水箱裡面放多少水 全部的水呢都會加熱煮完的方式 也就是說呢 粉水筆的部分呢 是你可以自己控制的 但水箱上面也有提供基礎的水量建議 例如說兩人份比較高的位置 充足出來的風味呢 就當然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如果你放到比較低的位置的水量的話 風味呢就會比較濃郁 甚至於在右側呢 還有冰咖啡的水量建議 這其實這都是相當的性化 可以根據個人需求來調整的 那咖啡豆的研磨度呢 也是可以調整的喔 在機身的側面 可以用螺絲起子打開 側蓋 調整研磨度的粗細 由此可知呢 從深豆的烘焙時間 研磨度的粗細 粉水筆 確實都能夠利用簡單的機器進行調整 那這也是這台機器咖啡Pro的貼心之處啦 那最後來聊一下充足 它內建搭配的是一個T型濾杯 在這邊 整體的流速適中 可以做出滿均勻的前後段 那這點學長還特別詢問了一下齁 發覺原來目前這台機種呢 流速已經經過了調整 比先前剛開發的機型呢 有了更快速的萃取速度 我想這也是為了符合精品咖啡的前段需求 因此還是比較符合這10代精品咖啡的目標的 那充足最大量5杯份呢 大約需要6分鐘 包括研磨和煮水的時間 因此實際充足時間呢 應該是更短的 當然 如果你想要使用自己的濾杯的話呢 你可以把內建的抽屜式濾杯換掉 只要濾杯和飛翔湖的高度呢 可以放進機身 你就可以正常使用 讓你可以享受不同濾杯帶來的不同風味 這也對於很多自動控制器來說呢 又增添了不少可玩性 好 底座的部分呢 有保溫功能 對於商業空間 或是較多人飲用的需求呢 也能夠兼顧 保溫功能呢 會於一個小時之後自動關閉 功能其實是蠻多的啦 功能其實是蠻多的 但其實要說基礎操作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 要放豆子 按幾個按鈕 基本上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流程 但咖啡Pro呢 仍然保留了調整的空間 讓你的咖啡沖煮過呢 有更多的變速和可玩性 而這也是學長呢 比較喜歡的那種觀念 把複雜的事情 我們交給機器 把有趣調整的權力 留給玩家 這才是一個厲害器材 應該有的態度 並且呢 產品的品質還真的是不錯的 對於想要自己烘焙 但是你又不想要太複雜 想要簡單便移消費來說呢 確實是一個頗有競爭力的產品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到咖啡Pro的展示廳 看看時機玩玩看 目前有三個展示廳 分別在內湖敦畫和林口 去體驗一下也是蠻不錯的啦 那如果各位呢 對學長的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訂閱學長的頻道 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